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表现各不相同 这些球员的当次也都不同 那么 联盟中有哪些球员是被球迷们高估了的呢? 5.凯莉 欧文近几年 手握一枚总冠军戒指的欧文 已经低身超级巨星的行列 那为什么他还会出现在这份榜单中呢? 其实 欧文球风虽然华丽 但基本上他的进攻 都是游离在体系外的 而且作为空外 欧文的传球和组织能力实在不敢恭威 带队能力也很不足 4.哈桑怀特赛得到白鞭的故事足够励志 2016年夏天甚至拿到了一个四年9800万美金的顶星合同 但是近几个赛季的白鞭 已经渐渐失去了球队地位 事实证明白鞭最多只是一个 蓝领球员 实在无法成为一支球队的当下球星 而且显然这个合同 也是非常不值得的 3.德文布克作为2015年选秀大会的第十三顺位新秀 布克进入进入联盟后迅速展现出自己的天赋 并被球迷们称为科比接班人 不过 布克的进攻效率极低 带队能力也非常差 至于胆草其实分的神迹 球迷们更多的认为有刷的嫌疑 其变壳度并不高 2.德拉蒙德·格林近些年 但球迷们讨论其勇士队的成功时 往往会经常提到一个人 他就是格林 不可以否认 勇士队的成功确实离不开格林 但相反的 勇士的体系也成就了格林 如果将格林放在勇士之外的体系中 绝大多数人认为格林很难取得在勇士的成就 一 以赛亚托马斯从长卷28.9分的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热门人选 到只能拿到一年200万美金的老将底薪合同 小托马斯只用了一年时间 离开了凯尔特人体系的小托马斯 已经失去了地表最强要七五的光芒 如今的他 也极度渴望能够在新赛季证明自己的能力